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今天台北股市呢 收日线 收周线 收月线 收季线 收半年线 接下来 就是正式进入到了 下半年的行情 也就是第三季 也就是七月份 全新的行情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 今年的半年报 可以说是最 过去这几 十几年来 我觉得最诡谀多变的 有外资投心的对作 国际上情势当中 这么多奇迹怪怪的事情 但是 不管投信法人 他们在这个上半年 做的结果 成果如何 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 下个礼拜 也就是第三季 也就是下半年 也就是新的月份 我们要该怎么样去布局 而不是一直去回顾说 这个什么股票 现在很强 现在很强 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买 跟你没有关系了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要想的是 接下来 什么股票会强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的强势股 我真的不需要跟大家 再去多解 解了 你没有 也没用 好 来 那我们就是要去想 接下来我们要去 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 投信新布局的方向 投信 做完账了 结账了 资金抽出来 转进新的标的身上 转到新的标的身上 就是我们的新希望 而不是过去投信买 一坨拉库的股票 那即便是投信买 一坨拉库 今天涨停板了 下个礼拜搞不好 新主流出来 他可能就要回档修正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好 那台北股市今天开地走高 开地走高 破月线 感觉上就有人护盘了 对不对 留了一个下影线 这个月线 这个部分 那当然最主要原因 有些股票除息 蒸发点数 来 关键 长荣 长荣 锁11万张 长荣今天除70块钱 点数直接蒸发超过40点 这才是台北股市开盘 为什么大跌的原因 结果尾盘为什么跌幅收链 长荣 震荡 掌地板锁住 放火的是他 救火的也是他 那当然 除了这个长荣 强势天息之外了 长荣的故事很多了 这个有空我们 再跟各位讲 各位只要想一个观念 手中有长荣的 不是套在高档 就是被强迫减资 买一张就变成零股 那么 这么多时间 这么长时间的 一个筹码沉淀 散户的筹码都已经 写差不多了 那剩下大户 70块钱 现金股息 他一定要除 有些股票不能卖 除了大户要不要缴税 大股东要不要缴税 要缴 那要缴之后 对不对 那 在这里 是不是一个法人解套行情 各位自己去想一想 所以 我觉得 有些东西 你要去思索 它背后的含义 好 来 那强势的 广达还是持续强 这是多头指标 当然三亿的伪创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这张股票更夸张 6669微影 千元股 它代表什么 AI 对不对 3017的奇红 8210的秦晨 这股票 它代表一个趋势 好 那这些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好 第一个 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那第二个 接下来 方向在哪里 很简单 选两个 第一个 六月份营收看好的股票 第二个 投信新布局的标的 这两个方向 各位把它记得 六月营收 跟投信新建仓的部位 来 这个建机 我们在五月营收公布之前 我们买了 六月五号 就公布完之后 动动 营收公布 碰一个 拉高 我们获利入贷 那接下来呢 又回到了 准备公布六月营收了 那在这里 我就把它买回来嘛 3046建机 我就把它买回来嘛 我就把它买回来嘛 我上个月在这里买 高涨出掉 下来我再买 五月营收年增104% 四月份营收年增三倍 三月份营收年增38% 二月份营收年增一倍 你可以看到 大幅度成长 所以这个股票 我们昨天把它买回 我现在都跟各位讲 未来有机会大涨的 而不是跟你讲说 今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的股票 那些今天涨停板 那些今天创新高的股票 那是过去 不管你有买没有买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要是你跟着我做 未来 会涨的 法人会买的 你现在买 未来会涨 你要赚钱 你才能赚钱 所以那些已经涨停板的股票 那基本上来讲 它代表是一个趋势 你没有 你也不用担心 做新的标的 来一家 记不记得一家 在上一次公布月营收之前 有没有 在这里 然后公布完之后 直接跳空涨停 涨停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利多出境 压回 现在又要公布六营收了 又要公布六营收了 还有一个 投信 新布局方向 我举个股票 给各位做例子 你看巨阳 投讯新布局 一路上去 这新布局的 自圆 有没有 你再看一些股票 你看建策 你看投信卖了 卖了一堆股 今天还能拉 所以不要 轻忽投信的力道 你看投信可以 杀到这里来 这的确对股价 造成压力 可是杀完之后 对不对 又被人家接走 我的意思是说 投信 有些重仓的股票 它卖 股价会跌 所以你要避开 那投信刚买的股票 你要下去买 这点非常重要 30172起用也是一样 各位你看 投信卖卖卖卖卖卖 又被接走 可是投信卖 有造成卖压 对不对 好 2399硬态 跟去年比 年增 这个股票 有机会准备过高 所以今天这个盘 这个盘式 我们看到的重点 就是 你发现 虽然指数跌 但是你看 OTC是涨的 而且上市贵加起来 上涨加速是大于下跌加速 你先想这个重点 那第二个 指标股 这些股票嘛 不然微影涨停 对不对 微创创新高 这档股票 我今天在平台下面买 我看好六月营收 有机会再成长 我看好六月营收再成长 这档股票 是另外一档 神秘的AI概念股 台达电怎么涨 我给各位一个暗示就好 台达电怎么涨的 它为什么会涨 它切入到AI哪一块 为什么 台达电 各位想想看 那这档股票 投信 最近开始布局 投信新布局这个标的 所以今天 趁着压盘 亮缩的时候 赶快进场布局 这个才是重点 另外来讲 像毕印 也是一样 下礼拜恢复正常交易 什么叫涨一段 涨一大段 从99块买的 涨到155块钱 大赚不止4成6 好乐迪也是一样 我就等他整理完毕之后 准备喷出 去年赚3块4毛2 第一季赚2块8毛7 所以 整个格局来讲 6月份 已经结束了 就是布局新的方向就对了 如果今天大盘是没有行情的 没有资金的 资金外逃的 是转空的 那么其实我也跟大家讲 你也不用做 或甚至我带着你放空 可是 有没有行情 我们从微影创新高 我们从微影涨停板 创新高 微创创新高 一直看到散热 它代表是说 这个资金还在市场上当中 非常火热 它没有离开这个市场 但是 它有可能从这个族群 换到另外一个族群 处处是有机会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跟着我去布局 投信 新建立部位的股票 投信刚刚买 那等于说 你现在进去买 投信帮你抬轿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好不好 这档股票 很重要 投信刚刚买的 我认为六月份营收 会有惊喜 会有惊喜 前面都没有做到的 在这里 好好把握 祝大家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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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